大大小小的事情,高雄放在我的心上 现在我要回到我的故乡,努力打拼 我准备好了,希望我的高雄可以更好 我已经辞去行政院副院长的工作 并且接受民主进步党的征召 准备投入这一次的高雄市长补选 那在这段期间,我其实就成如大家都知道 我非常挂念我的故乡高雄 所以当淹水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看说 到底是哪里淹水,我的故乡有没有淹水 登革日来的时候,我在行政院我也会特别关注说 高雄登革日的疫情到底是如何 大大小小的事情 高雄放在我的身上 对我而言 我也看到了这一段时间 高雄的一些纷扰 我也了解在整个行政院团队 在蔡英文总统领导之下 当国家全力向前迈进的时候 我相信高雄值得更好 也应该更好 高雄对我来讲是一生全命的地方 高雄对我来讲是永远的故乡 我希望高雄可以更好 当宣布增召我的时候,我是哽咽 我希望我的高雄可以更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